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与佛后班的归席,大家好! 首先,我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征服征服征服 最近那些疫情,疫情又开始,周围感染 希望各位自己有小心 如果不用出门,就不要出门了,自己保重 今天天氣很好,早晨,菩提中心是37度 不過現在將近9點,氣溫都挺舒服 所以我選一個地方在外面 這樣和各位一起研討白症道 各位猜一下我現在在哪裡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白症道裡面的證明 證明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用正道的方法去生活 用正道的方法玩一份正義 用正道的方法可以得到我們生活的資源 擁護自己的生命 擁護自己的生命 所以叫正道的證明 名都是生命的名 佛教裡面有時有些特別的名詞 所以各位知道 所以各位知道 所以各位知道正道的意思是正道的正義 正道的方法去養護自己 正道的正道法 這是正道的正道 哪些质言不是震动 第一个是法律的标准 法律的标准是我们的依法去做事 依法赚钱 这些是证明 但是我们都了解 一个佛教徒就算依足法律 在那里玩质业 但有些质言都未必是证明 比如说美国我们看Walmart 里面卖枪的 卖武器 那它又没有犯法 它有个permit可以卖枪 买卖武器是震动的 如果依照法律的程序在做 是不是犯法 但是我们佛教里面 都不赞同买卖武器 因为武器是去伤害自己 伤害他人 还有杀生 好像现在美国 周围养牛 养鸡 有些是拿来吃的 屠宰厂 我站在佛教的立场 杀生的质言 虽然没有犯法 但是以佛教来说 违反五界 所以五界 原则上是 不可以杀生 不可以偷渡 不可以做 违背 倫理 道德的那些事情 破坏人家的关系 还有不可以欺骗 最后 都不可以 卖走贩毒 这些是以五界为标准 进一步 我们讲完法律方面的要求 和五界的标准 我还有一点要强调 就是 不可以违背 因果的道理 因果里面是说 什么因 什么缘 去引申什么结果 有时 我们在因果方面 无理无理 不是因 当为是因 不是果 当为是果 错乱个因果 用这种错误的观念 来想办法 可以得到一种生活的资源 或者处理生活的问题 这个都是不证明 比如说 我们一般 有些人 他又不是杀生 不是偷渡 不过 帮你看风水 看风水 去赚钱 以佛教来说 都不是证明 因为佛教说 善因善缘善果 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人的福报 不是说 搬一搬 哪张床 或者是 那个枪 开在哪里 我们的命运都可以改变 以佛教来说 是说不通的 所以看风水 哎 遗生 这个不是证明 或者算命 都不是证明 还有呢 那些筋扑 有些是有这种卫生的 前八九 赵秋师跟我说 他说有一家人 来到菩提中心 我问个爸爸 看看 哪个外 他们的忠义 想将爸爸的股份 扳在菩提中心 保养他 看这个地方 之后 他说 他要问一下那个爸爸 他喜欢留在美国 或者又回到台湾 那周师说 你爸爸还在那里吗 爸爸死了 怎么去问爸爸呀 我们想呢 担扑 担扑 担扑有两个东西 在那里看 爸爸或者喜欢不喜欢 问我们菩提中心 有没有那些道具 我们没有 所以他说 回家拿些铜板 如果菩提中心 道具 被人担扑 这样我们菩提中心 都不是证明 因为这些不是法法所准许的 所以 我们有时 都是要在英国方面来看 誤到别人 无法正确了解英国道理的 那些行业 都不对 曾经 有一段时间 我看到 甚至 有些我们佛教的人 随便跟你说 没有某人 你只有两年 可以活 那两年后 你要准备往生了 这些说话 就算你看到 佛教也不准说 佛教很多人不知道 随便说 这个不可以的 德纳斯 有一家人 特丹抓起来 问我法师 怎麽算 有人说 我爸爸 两年后 会往生 我怎麽算 怎知 那个人来到 后师堆 也是这样说 引起 信徒的不安 所以这些 都不可以说 不但 你没有看到 不知道 不可以说 你知道都不可以说 这种方法 吸引大众 是不是证明的 最后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我想看一看 我们社会里面 有很多宗教 佛教是其中一个信用 还有其他不同的宗教 以佛法的立场来说 我们在宏法传道的时候 不可以用一种古灵精怪的方式 吸引信徒 《英国宗教教》 尔爱福音和旗 要是其中一个记得 又是其中一个书 但是不可以用一种古怪的风格 使信徒觉得很有兴趣 pleasing Deus 这最后 我来说 我记得 在《博语经》中 西博语 有一部经叫做《堅固子经》 堅固,很堅固的堅固 堅固子是一位居士 他在佛前说 佛陀,你的大子 很多已经整得阿罗汉果 他们都有神通 为什么你不叫大子显神通 吸引信徒 佛陀说 我终不叫我的大子显上人法 显神通,吸引信徒 我只是叫我的大子 三林水边植物私道 如果有功德,应该自己隐藏 如果有过失,又发怒忏悔 我只是这样救大子 我不救大子显神通,吸引信徒 堅固子不死心 问了一次,再问第二次 第三次,佛陀都说不可以 我终不救我的大子显神通 用上人法吸引信徒 我只是叫大子三林水边植物私道 如果有功德,如果有过失,如果有过失,有法律 忏悔 我记得不知是二十几年前,三十年前 以前为了学英文 我不知是星期四 我都看过2020,ABC的一个节目 我觉得2020有很多知识我可以了解 有些人是关于宗教的 有些人是一般的识识 有一次呢 2020都有这个专级的节目 他说呢,美国有一位牧师 很有本事 他面对呢 两三千的信徒 这样说到的时候呢 他随时呢 他叫人的名字 那个人来的时候 没有通过报导 不过呢 他立刻可以指出 Mary,你是不是在这儿 我知道你在这儿 我知道呢 最近你的先生不舒服 不过呢 我和你担保 神能去保佑他 你不用担心 我们一起和你祈祷 祝福你们 那个Mary呢 很惊奇 我随便说名字 哇 今天我来了救同 为什么牧师好像有神通 这样立刻叫我的名字 又知道我先生不舒服 跟我祈祷 心里面很高兴 有点寒 那一段时间呢 有个John 你呢 最近生意有点问题 不过呢 你不要担心 我们和你祈祷 希望你呢 可以克服这个困难 那么John呢 又在那儿很感激 全场都在这儿鼓掌 那么后来呢 那个记者啊 都不惯 好想知道 到底那个牧师 为什么有这种力量呢 他知道几千人里面 没有一个人的名字 还知道他家的事 记者呢 都是想尽办法去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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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呢 我们的高科技啊 刚刚出来 不过呢 不是那么普遍 不过呢 记者终于查到啊 原来呢 牧师和牧师太太 合作啊 第一呢 牧师是有一个小组 专门去调查 信徒的家庭状况 或者 哪个信徒有什么困难 遇到什么障碍呢 他查到一些资料 拿回来呢 处备在那儿 那么第二呢 就是 呃 呃 他呢 又知道呢 那个信徒 什么时候过来 今天是不是在那儿 第三呢 牧师太太呢 在一个特别的密室里面 用那个 麦克风 用无线呢 传到 牧师的耳里面 被牧师收听 今天谁人在那儿 他有什么问题 是这样的一种科技 不过呢 后来呢 因为记者呢 一直是质疑 那个教会说 你用这种方法去传道 是否有些 痴迷人呢 这样都在这儿 在这儿证明 终于呢 我 知道呢 教会那儿呢 都做一些改变 所以有时呢 我们宗教里面 可能呢 有些人 为了吸引信徒 他想尽办法呢 令信徒觉得很神奇 这样觉得呢 很有兴趣过来 所以最后呢 我想将 我想一次在佛工法院 写的一篇文章 其实那篇文章呢 是和证明有关的 那个题目呢 是 布施与寿施 那里面呢 有四点啊 我今天呢 跟大家再看一看 有些居士 或者去看佛工法院 有些呢 未必 去注意到 我们一个佛教徒 怎么样去 维持 我们的证明 这个呢 是 平时呢 有这些观念呢 去想办法 引导自己 防范呢 我们的心理 行错了 变成一种邪名 第一呢 不崇拜怪异 如果有人问 药法治的法师 会不会放光 哇 这样我们呢 都要小心了 你为什么这样问呢 你来药法治是为了合法 或者为了看放光 那么如果要看放光 我们都可以 或者在其他地方看呀 不用来药法治看了 那么最多呢 耶稣哈 需要攻陷 一开灯 又有光的了 都不需要我们 特别说 一定要有人去放光 我们先来 所以我们的学法呢 那个目的在哪里 不是看那些古灵精彩的东西 我们是要听闻佛法 或者修后佛法以来佛堂 不过呢 世间上面呢 都是 如果有什么怪异的事 大家一窝蜂会想办法看 如果是比较平常的各种活动呢 或者有些人呢 没有兴趣参加 实际上呢 我们要改变 凡所有就皆是希望 这个根公根的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第二呢 就是说 不要默默共用 默默就是说看不清楚 比如说香港台湾 一见到出家师傅都共用 现在呢 我看多之后呢 我都有一点担心 因为台湾有假的出家人 他装扮到呢 好像出家人一样 站在街边 甚至呢 有些一批的 整批在那儿 那么我亲眼看到 台湾有这些人 香港又有大陆下来 那些假的出家人 在街边在那儿 发源 那么我们呢 很多信徒呢 都觉得 见到出家人的共用 本来是一个好的心理 好的动机 但是呢 现在的社会呀 有太多假的 我们不可以呢 默默共用 因为默默共用的时候呢 变成给那些人的占便宜 压作佛教徒的那些共用 这些不好 第三呢 就是不要将形式呢 动成功德 特别呢 是中国大陆 你拜佛你要中乡 那乡呢 愈高愈粗愈有功德 那么 香愈高愈粗 当然是愈贵的了 是不是 哎呀 这些又是不证明 如果哪个自愿这样宣传 不证明 如果哪个信徒 将这个大的香 那种粗的香 当然是罪有功德 那这个都是不证信 所以我们呢 所以我们呢 要打破这种观念 不可以呢 助长一些地方 用不同的方法呢 在那里呢 增加他们的捐款 这些不对的 最后呢 不乐俗图 不乐俗图就是说 我怕着啊 有时呢 不是佛教的规矩 但是一个地方 当一个社会 或者我们的佛堂 佛子 慢慢形成了一个习惯之后呢 有些人错误以为呢 这些是佛教的要求 那这些 我们想办法呢 用小三去处理 譬如说 你来要佛子 假如要佛子 谁人说 你来要佛子 一定要捐款 不捐款不可以进来 这个呢 你要清去要小三 这个不是佛子的规矩 佛子的规矩呢 就是说 你来佛子 你可以自由拜法 你可以自由念法 可以自由打坐 你捐负呢 在你自己发生 佛教没有规定 你一定要捐钱 那么我呢 都是看到 中国的佛教了 很多 有些足道 足道呢 我都想慢慢改一改 譬如说 乖医 我们以前 要佛子乖医院 正好法师 和我没有规定 一定要供养红包的 不过呢 居时呢 觉得 哎呀 今天乖医 应该呢 和乖医师 供养红包 变成一种 礼貌 那么当初呢 我都觉得 我们随着这个习惯呢 应该没什么所谓 那么佛教都是这样的 不过呢 后来我发现有点麻烦 因为呢 几个月前 应该呢 是去年了 去年 我们乖医的时候呢 我看到呢 有些年龄大 居时 知道这些规矩 他们呢 一早准备红包 到时候呢 共养师傅 但是呢 有些年轻人 有些是华人 有些是美国人 那些年轻人呢 不知道这个规矩啊 所以呢 见到人们 和我共养红包的时候 他们呢 很尴尬 很不舒服 不知怎么办 身上呢 又没有钱 所以呢 共养好 不共养好呢 哎呀 为难 所以呢 我在 不知道一年前 两年前 开始规定 乖医的时候呢 不准共养了 打破这种传统 因为呢 快事 给那些年轻人 给那些学生为难 给那些呢 或者没有准备的人为难 我说呢 你们乖医 都是最好的共养 你们乖医呢 是最好 对三宝的保识 所以这些就够了 我呢 最近都是 分派 给大家 说乖医 为了宣传这个规矩 我现在是不停这样说 所以今天再提一提 提一提呢 所以我最后呢 是四点 不从必怪异 第二呢 不慕慕共勇 第三呢 不将形式当成功德 第四呢 不乐俗途 多谢各位